告诉你这车到底买了没有 还差一点 你不差钱买就算了 人家看什么马自达 你支持国产吗 是吧 其实我也想支持国产 但是马自达不卖给我 是不卖吗 有钱他不卖给你 谁信呢 我想扳回一局 但是他还是不给我机会 不要买马自达了 买我们国产车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大家好 我是高手 大家好 我是第一手 今天跟老弟出发了 去俄罗斯 听说俄罗斯那边免签 我们去一趟究竟 本来已经计划了很久 准备去老窝 但是老窝那边的情况还是不太友好 还是不能拍视频 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 老弟一直细细练练的说俄罗斯美女 我没说吧 出白帽美大长腿 你别给我扣帽子 我没有说俄罗斯美女知道吧 我是说上次说海德收缘区 我是说 那我们又走在海德前面了 不一定 不一定的 今天开着我们老弟的车出发了 我们先去陕西洛川去见一位老朋友 去尝一下他们家的苹果 他们家的苹果这两天熟了 老弟啊 这车开起来很舒服 这车我感觉也可以空间大 然后在车上它的轴距啊 重量啊压在路上开的 感觉像开船一样的 对 所以我也觉得是买车还是买大车 但是这车费不费油啊 这是吧 我觉得 这种感觉还良好啊 毕竟车子这么大 重量这么重 我们后备箱啊 全部背满了 全部又拉满了 后备箱的屁股都往下垫了 上面还有一个行李架 对 还有行李架 增加了风阻啊 所以就 那个 你看啊 行李架就在上面啊 兄弟们 防患打开了 上面还带着锅碗瓢盆 对 这次出去的话是 粮草 物资 什么都不缺 都已经背齐 嗯 那个帐篷 还有那个 周阳篷 桌椅板凳 灶炉什么的都有啊 教授 外事俱备 对 就是你说这一次去俄罗斯这么远啊 你说这路上这个费用 车是老地出 嗯 嗯 EDC 老地承担 嗯 这个加油费用呢 就我来加 没有 现在看的这个表显的油耗是 百公里油耗9.2个 9.2个它是上面有那个行李箱 有风阻大 嗯 还有就是它的车里面的配重比较重 才是9.2 正常的情况下 我这个是7点多的 啊 7点多 对 那意思 百公里 就是平均一公里的话 大概是8毛钱 啊 要看油价吧 要看油价 现在8块多吗 8块8块3 8 2 这家9295的 9 啊 你测过油耗没有 测过 原先最早的时候测过 啊 开高速 车子不是负重前行的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下是 6.8到7.2 不过这个大车开起来坐起来 跟我那个车的感觉 那完全是翻颠覆地的变化 到时候老弟都说 我老表都说 在后面可以躺着 就是横着躺 可以躺平了 嗯 老表一米八的个 在后面横着睡 到时候一到我车上啊 对老弟这个车真的是 爱不自首 好评不断 卖不卖 卖了了我跑路啊 我骑自行车啊 我开拖拉机 你坐副驾吗 你不是要买新的啊 坦克吗 我现在想了一下 坦克还是太小了一点 还在换大车是吧 还是大车开车 还在秒箱换大炮 又坐着人也说多 拉的东西也多 咱们今天呢 这里去洛川呢 也是1400多公里 咱们看一下 待会去把这里面的油 全部烧完 去加一箱油 看一下 测一下这个油耗 高手 他今天就来测油耗 他就是喜欢整这些 刚好我们需要探索一下 看下老弟这台车 那个油箱 真的是不是漏的 到底它的油耗 会有多高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 工产车 工产车机车可以 性价比高 配置也高 我这个车已经跑了20万公里来了 20万公里来了 说真心话 路上他从来没有抛弃过我 然后就是日常保养老弟还算是合格 就是时间到了 我就会去保养一下 就这样该换来换 上次到了一趟大西北 然后回来以后 我就花了三千多块钱保养 把所有的该换的那些油什么的 刹车油 变速箱油 全部换了一个变 然后把里面有 它那个悬梗上面有些胶套什么的 有磨损的 也把它换掉了 所以是这种 跑了20万公里的 国产车 还能有这么好的 骑士质感 这么好的车况 素食不易 被中国制造点赞 你不被像老弟 我的是什么牌子的 传奇 干嘛一下 传奇 那不是一般的传奇 凤凰传奇 所以也是凤凰传奇 好 待会跑完这一项油 我们去加油 去试一下 看下到底 一个油 到底一个公里能合到多少圈 对 我们能跑完 是 到底是EDC贵 还是油贵 那开发油贵 一定直接都标准的五毛钱一公里吧 就哪里都差不多 就要加满 哦 是这样开的 是老弟的 传奇 Js8 2.0T的 加上他们的6AT啊 看下 已经烧到红格子了 我这个油箱是漏的啊 到手 8块3毛 到手 你话已经放出去了 加油是你家 不要到时候加了很暖了 到时候 看一下 还没跳枪啊 开个玩笑 没到480以上 他都不跳的 只要满400到500 对 现在的油价应该能上500 500多一点 等会看吧 还有一点轻松 可以了 可以吗 可以 刚刚开到红格子啊 在永修服务器 等了一箱油 433 刚刚是在永修服务区加的油 加了430多块钱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往陕西洛川出发 看一下这一箱油能跑多远 能跑多少个公里 待会咱们一算 就能算出 一公里要烧多少钱的油 百公里油耗多少 刚才那个公里是记住了没有 无所谓的 我们回头开导航就可以了 看到从那边倒到永修服务区不就行了吗 这也可以的 从别的方面来看啊 就是 配置啊 刹车啊 动力啊 空间啊 都很够用 现在 最后一点要考虑的 那就是这个油耗的这个问题的 都满意 人家空间都可以 就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人家吃理油了 对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因为我们每年都在外面跑很多公里数啊 你说一年跑个四五万公里 一公里相差一毛钱两毛钱 一年就是 我几千三万年 如果说你要这样算的话 那就买个便宜一点的车嘛 是吧 或者 或者骑个摩托车出行 那更省钱 有道理 你这样想的话 我把我的摩托车给你置换一下 我有摩托车啊 只是我没有你的豪华嘛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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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现在我们到了孝岗服务区 这里还是福音高速吧 从我们江西的永修到了孝岗 孝岗服务区 现在的油的话还有两个吧 还有两个 你不打算把它跑完了再加 加一下吧 既然我们已经进了服务区 我们就加一下油 它下去里面踏死油 嗯对 待会这个车路上不好推呀 油线在那边吧 对 说实在的话 小老弟这个车啊 开起来是非常的虚伏 就是我杀你 这边的车开油线盖很稳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92加满 就这么多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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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我要死吧 您提示的加油 29.5升 247.3升 247.3升 我答应 祝您一共平安 我得交投欢迎您赛事公里 加多少油啊 29.5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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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三升不到 人买服务区 然后我再算一下 要这里到黄道 永修 多少路程 这一段永修服务区 374公里 长行马上开始 247块钱 247除以374公里 六毛六 六毛六 30升油 除一个 374 百公里八个油 放车 继续出发 落川 放车 继续出发落川呢 不是呀 我都给你算了一下 嗯 怎么说 八个油 八个油 八个油已经很不错了 这么大的车这么重 又开着空调 嗯 八个油 和六毛 还买这个买那个就买传奇 就买这个 怎么样 就买这个 行了 你看 其实感觉 国产车油耗还是 挺不错的 重点是跑了二十万公里 性感还嘎嘎 动力也强 空间也大 路上从来没有抛弃过老地 可以 为中国制造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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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